内力观众对台湾电视剧最早的记忆 是1983年的《星星之我星》 这部剧可以说是开创了台剧 歇斯底里哭哭啼啼的先河 随后出现的穷妖剧 更是把这种窒息式表演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让大家呼吸顺畅 所以我们先来重点讲下 80年代的台湾武侠剧 与婆婆妈妈的台湾言情剧非常不同 台湾武侠剧紧坐不拖沓 同时善于对异定和人物角色进行渲染 如果说香港武侠剧是金英风格的极大成者 那么台湾武侠剧就是古龙风格的完美展现 内力观众接触到的第一部台湾武侠剧 是1984年拍影子版本的《神鸟侠侣》 83年港版射雕刚火 84年台版射雕就赶制出来 这算是最早的蹭热度了 拍影子的《神鸟侠侣》火了之后 又拍了《神舟侠侣》 名字和《神鸟侠侣》类似 其实是改编自梁雨生的《白发魔女传》 1984年是台湾武侠剧紧喷的一年 除了《神鸟侠侣》叫得上名的还有 《倚天屠侠侣》 冷月孤星见 你为什么要相信 等你回头看看 自然就会相信 天蚕再变 然而拍了一堆武侠剧 却被又一部言情剧抢足了收视率 这部剧就是《昨夜星辰》 它的主题曲《你一定不陌生》 直到郑少秋的出现 才改变了言情剧《一家独大的态势》 1979年 郑少秋在香港与赵雅芝拍了《楚留香传奇》之后 就去了台湾法展 1985年 他一口气拍了四部《楚留香新传》 从此 郑少秋和《楚留香》就彻底绑定在了一起 提到《楚留香》就会想到郑少秋 提到郑少秋 同样也会立马想到《楚留香》 言情剧一看武侠热度又上来了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1986年 《穷瑶剧》开始井喷 台湾一口气拍摄了《烟雨萌萌》 几度夕阳红 再属于一方 台剧开始进入秦汉刘雪华的时代 随后的几年力 一直是《穷瑶剧》的天下 整个80年代 华业影视文化的重心都在香港 台湾影视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但到了90年代 台剧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市场 感谢观看本期内容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